9月15日,北京公安局发布关于加强北京地区低慢小航空气管理工作的通告,通告要求,由当日起至今年10月31日24点,北京市行政区域内禁止单位、组织和个人利用低慢小航空气进行各类美京审批的飞行活动和施放气球活动。 第慢小航空气是指飞行高度低、飞行速度慢、雷达反射面积少的航空器具,例如滑翔机、三角翼、载人气球、滑翔山、无人机、孔鸣等等。 本部记者查询发现,北京发布这个通知之前,鄰近的河北城德市、郎芳市早就已经发布类似通告。 郎芳市官方9月8日发布通知,当地由9月8日至11月16日,禁止低慢小航空气进行美京审批的飞行活动。 城德市官方8月31日发布通知,当地由9月1日临时至11月15日24时,美京批准禁止一切单位、组织和个人进行低慢小航空气飞行活动。 中共二十大将近,在中共十九大前,北京也曾发布类似通知,北京警方还禁止出售刀具。